致上最高的歉意 跟最生痛的哀悼 儿蒙董事长执行长 亲上火线鞠躬道歉 对于签约保姆将男童凯凯虐待致死 社工三度访式没有发现异状 转接的儿夫联盟难辞其咎 我们发现有这种事情 其实第一时间我们也极端地惊吓 我相信你们的心跟我们一样 我们也是想说 为什么这种事情要让它发生 为什么我们会事先指务指它呢 这是到底什么原因呢 我们错在哪里呢 自诩儿童的保护者 儿蒙的核心价值 是将每一个儿童当成自己孩子般细心合乎 但一条生命的陨落 转接机制又没有瑕疵 我们希望紧缩 尽量是让孩子透过政府来安置 而不是用家属去托育这样的方式 所以我们并没有想要整个扩大所有的保姆的合作 因为它要配合的后面的东西是相当的多 为什么出手养的程序是儿蒙说了算 甚至连保姆备的补助对象也是儿蒙决定 如果家属有照顾的困难 我们其实是用这个 我们会补助就是我们的服务对象 他就是付出保姆费 所以我们就会把钱算是补助给家庭 然后他去付保姆费 外婆明明希望儿蒙补助前任周姓保姆 但儿蒙却坚持补助给自家签约保姆 如今签约的流姓保姆涉嫌失虐 儿蒙的保姆临选机制出了什么漏斗 他有登记在居托中心 他有证照 他过往有一个相关的背景 就是我们人跟人之间 就是只能凭这些证书经验背景 然后访试来评估嘛 其实台湾总共有71个居托中心 只要是该区域合格保姆都要办理职业登记 并定期接受访试管理 就能进行每合收拖 涉案的流姓保姆也因此获得儿蒙信赖 根据统计2022年全台总共有27134名保姆 50岁以上的占的总人数6成以上 等于有16000多名保姆会陆续退休 当保姆出现人力荒 托育品质自然跟着亮起红灯 那以目前的登记资格来讲的话 其实有三种 那第一种就是它本身是考取了 托育人员技术士证 所谓的证照保姆 那第二种就是它是学历保姆 也就是幼保护理加证相关科系 它持有这个毕业证书 那第三款比较普遍就是 他们一定要先受过这个职前的训练 那126个小时的职前训练 然后拿到结业证书之后 它就可以来进行登记 托育专法通过之后 它会取消结训保姆的资格 也就是你一定要取得这个技术士证 或者是你必须要有相关学历